就像大家在那个社会上 我们不可能去改变社会的 我们只有去适应社会 所以才不会变淘汰 同样的 我作为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创作者 我只有服从平台制定的这个游戏规则 只有服从了这个游戏规则之后 我才能在这个平台继续去发布作品 今天这个视频 我不聊其他 我只聊自己 只聊自己 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个申机娘就这个账号 看着还行 或者说对这个账号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 你们可以稍微耽搁一点时间 停下来看一下 好吧 那么为什么特地录制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也是发现最近这个拍的视频 有受到网友很多的这个争议 这有些网友想啊 这个申机娘就这个以前视频拍的不是挺好的吗 对吧 这个最近怎么突然转变风格了 还是说他要转型啊 怎么样的啊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话题之一啊 那么今天呢 是我一个人啊 我不是说会和小顾两个人表演二人转 当然我一个人更加不会表演独角戏啊 那么今天坐在这边呢 只是说啊 非常耐心 非常真诚的和大家聊一下好吧 那么包括哪些话题呢 包括说为什么我会选择做这个短视频自媒体啊 或者说我在这个平台上有赚到多少钱啊 因为很多网友说这个申请娘就这个每天出去拍视频啊 东穿西赚的这个到底赚了多少钱啊 对吧啊 或者说现在如果说想成为自媒体的话 这个行当还赚不赚钱啊 那么我作为上海本土的一个非常小众 非常小的一个三四线主播吧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啊 不是说这个是一个秘密怎么样的啊 好吧 那么还包括我做的这个自媒体之后 收获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得到了什么啊 都能和大家聊一下好吧 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把以前拍摄的这个视频啊 剪辑了一下 做成了一个小片子啊 配上我个人非常喜欢听的一首音乐啊 大家先回顾一下好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聊好吧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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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今天这期视频本能二进攻逃普新村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今天天气不冷也不乐 非常适合出去拍些新的题材啊 今天呢 应网友建议到那个黄埔区的浦域西之路那边去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现在我在朝阳八村这边呢正在进行一个旧区改造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现在我在洋埔区的周家排路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等一下呢 去吃晚饭 是在那个当地开了有三十多年的海鲜料的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今天来到的是扬州路怀德的附近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现在我在上海的西南路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今天呢 还是更新保安路241路的视频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现在我在东宇航路周山路啊 大家好 我是上次娘舅 今朝年 阿拉继续啪啪酥子 大家好 为了的菜衣啊 我的汤啊 人家都提起太年了 那些老的汤之后 我最高跟这儿老人去 去吃 这个太起 好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今天视频来到了顺昌路 大家好 我是上次娘舅啊 今朝视频也是更新点嘎酒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最近这个阳府区的杭州路 宁国路一带在洞迁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今天呢 跟老虎以高舅网友啊 一起去看一下 曾经高桥地区 大富人家的这个房子 是怎么样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 今天呢 非常荣幸 应网友邀请了 参观 乔家路上面的一幢 优秀历史建筑资源 大家好 我是身尖娘舅啊 今天那个饭后来到这边 是那个 西中市 是个西铁了哈铁 西铁盖多多地区啊 嗯 我在里面说 六个字帝米 帝老师中心 我快点我住了哈喽人了 都进到里面倒去了 嗯 把个朋友给人家说 咱们给人家 嗯 嗯 对 人家给人家 在这里 在这里 咱们给人家 咱们给人家 这都自己给他 懂事 我咱们给人家 去理 嗯 两个人 闷头了 嗯 来来来来 咱们来 咱们来咱们来 咱们来 咱们都没钱了 没钱了 咱们都没钱了 嗯 都没钱没钱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 今天我在顺潮地 碰到一位亚索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啊 我又来到了南京 哈喽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啊 现在我在宝镇 那么到了宝镇之后呢 先去 吃点东西啊 那你怎么想到 会和神尖羊舅去拍 这个老房子视频啊 看你拍的那个 居然接近 还有真实物是非常喜欢的 这个老大姐 你管的吧 我没得就听得出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 现在我在清浦的金泽谷镇 周浦这里的老房子 不光不知道啊 问了居民才知道 他这里的一些私房 都是有两百年了 女日去 三元街 这个三元街 这个三元街 我当时从来没有拍过 这什么都电影呢 两个空间 都在这里 两个空间 都在这里 这些空间 都在这里 我是神尖羊舅啊 我现在还在这个 楼堂古街 等一下去看看 那么这几天我在家里 一直是睡了 吃了睡 但是总感觉 越睡越疲倦 越睡越没精神 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啊 今天是4月25号 现在今天待在家里 逐渐也适应这种 疼人的日子 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 今天是4月26号 今天上海全约做核酸 要把握住总共了 今天是5月28号 凌晨4点钟 睡不着 叫我和大家随便聊聊 我今天在我们的空间 省光的 半楼都居民重新 我们要看 还要跟他居民 为了嘎嘘都神光 东西也是好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啊 今天一网友邀请到上南路 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 现在我在这个 阿什福德大酒店的 最高一层 哈喽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啊 现在呢 我来到江苏南通 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啊 你这我来到苏子 哎呀 我今早上像很低众就起来了 大家好 我是神尖羊舅 那么现在呢 我在上海金山 一天我来到夏娇 正感的欺别啊 帮小姑娘家的啊 那么在做短视频的 这个四年当中呢 啊 我确实也赚了一些钱啊 也获得了一些东西啊 当然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失去了这些东西呢 而且他用金钱呢 也买不到啊 也增长了一些东西 增长了什么 增长了年龄 还有体重啊 开开玩笑啊 那么我接下来呢 就是回应啊 这个最近拍摄的视频啊 那个网友 争一点比较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最近拍摄的 这个视频风格啊 它和以前不一样啊 以前神经人就拍的视频 他挺爱看的 现在拍的东西 拍的是什么啊 对吧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什么点 那就是平台 他喜欢什么类型的一个视频 有些网友就要说啊 你管平台喜欢什么样的视频 你就照着以前拍不就得了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我也是一个俗人 那么账号做到我这种级别啊 我也是想从中获取一些东西的 如果说啊 外面新兴古虎拍视频 回去剪辑 到最后什么都没得到 这样的话就会打击一个人的 积极性啊 就是他没有兴趣去干下去的 任何一件事情 他只有兴趣 但他没收益 这件事情他做不成 只有收益 但是他没兴趣 这件事情又不一定做得好 我现在只能在这个 两者当中啊 找到一个平衡点 那么我作为一个以前 一直拍老房子 拍洞牵的啊 这么一个短视频创作者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说 我以前拍摄的这个视频风格啊 敏感度比较大 虽然说老房子家长里短这些话题 他容易出爆点 但是因为这个敏感度的问题啊 有时候 不得不 就是说在剪辑上下一番功夫 举个例子 比方说 明明这个居民啊 说前面有一头梅花鹿 但是我剪成片子 呈现给大家的时候 就变成居民说前面有一匹马 完全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那么有些聪明的观众啊 他能看出猫腻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剪呢 这没办法 我要通过审核啊 不通过审核的话 这一切都是白搭 不是吗 那么洞天的视频 他还有一个不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 比方说啊 一个居民他接受我的采访 他说他不想到郊区去 他就想在市区 先钱拿的少 那么底下有很多网友这个评论啊 就会说这个居民他 不要脸啊 什么不知好歹啊 太贪心了 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那么就会给这个视频啊 他就会给这个居民啊 他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造成他的这个心理压力啊 这个人家好不容易接受采访 结果刷到视频一看 这个评论区都是 都是说他不好的 那么 这每个家庭啊 他情况都不一样 有些这个居民家里情况很复杂的 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居民家里都能像小顾这样啊 没有矛盾啊 开开心心的 哪怕就算是小顾这样啊 也有网友会说的 啊 这这家伙肯定是没钱啊 有钱的话 他肯定不会到郊区去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都有 那我想语区把这些矛盾转加到人家这个居民身上 那还不如转嫁到我自己身上呢 对吧 再来说说我最近这个拍是拍的一些视频啊 有些这个网友说这个最近拍了什么东西啊 就不爱看啊 还是以前的好看 其实呢 我也是 一直在尝试啊 我到底 适合拍什么样的类型啊 如果说我以前一直是拍美食的 拍搞笑段子的 或者是拍那个旅行的啊 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我以前拍什么 我现在还是拍什么 很简单的 但是大家有可能认识我都是看那个老房子 看那个洞签 所以才认识身兼养旧的 对吧 我只能做出改变 如果说我不改变的话 我就会被淘汰 就像大家在那个社会上啊 我们不可能去改变社会的 我们只有去适应社会 所以才不会变淘汰 同样的 我作为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创作者 我只有服从平台制定的这个游戏规则 只有服从了这个游戏规则之后 我才能在这个平台继续去发布作品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想这大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 对吧